其他的函数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像 请各位待会开启哪一个呢 检视与参照 那这边的话 第一个也许各位可以看到 开启来之后的话 lookup这一个 那我们大概分成两边来看 一个是左边 其实左边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就有点像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 它其实有点像 我们把资料库的东西 搬到Excel里面 放到这边 因为资料库的结构一定是 资料库里面有资料表 资料表里面有栏位 那你会发现这边的话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右边的部分是查询界面 所以理论上这两个 可能有的时候会把它分开 不过因为我们为了上课 方便的关系 把它放在左边右边 这样看比较清楚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输入某一个编号 假设是005 那我要可以怎么样 把它的其他资料 横向的有没有 资料呢 帮我代表这边来 变成纵向的 OK 最好是什么 带下来之后呢 做一个公式向下填满 这都全部完成最好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来做 那如果没有 你可能有时候要图法炼钢 那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理论上我们会用 大概几个啦 插入函数里面 常用的一定是 是检视与参照 那其实检视 其实英文叫view 其实应该叫做查询才对 意思就是查询 意思有点像什么 帮我把资料 这个资料里面的某部分 通常会查的是编号 或者其他栏位 的资料帮我带过来 那里面常用的 包含像什么 像那个 像什么index index还蛮常用 不过index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呢 它没有办法去帮你 查到你要的 那个相关的位置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要查到 相关位置的话 index会配合一个函数 叫match 有没有 match的话呢 会帮你去 match到哪一列 然后呢 会把哪一列的 那个资讯 再给index 因为index 它需要两个 它需要三个资料 哪三个资料 一个是哪个范围 一个是哪一列 一个是哪一栏 通常栏我们会知道 我要抓第几栏 比如我要抓第二栏 这个确定的 但是哪一列我不知道 那我可以配合match 可以去先找到 然后把match到的那一列 的结果放在这边 它就自动把资料抓过来 也许各位可以试试看 然后待会练习的话 大概几个函数 大概就是luga index或者 indirect 这些啦 甚至是vira函数 那我们待会来看 怎么样用利用这些函数呢 帮我们去查询 我们要的资料 并且把资料带过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可以把刚刚的资料带过来 第一个当然我们可以利用 那个 如果要查询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内线 也许lookup 我们暂时先不用 vlookup函数 先用lookup函数 那这个函数的使用方法 第一个按确定 我们用预设的这个参数好了 它会跟我要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lookup value 意思就是你要查什么 这边注意 基本上呢 它这个引数里面 这两个是一组的 OK 那这个是一组 这个独立一组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查资料的话 那当然告诉他说 我要查这个 去哪边查 所以第二个 这个跟这个是一组的 所以去哪边查 lookup vector指的是哪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它会怎么样呢 零零五 然后帮你在这个阵列里面 一二三四五 找到第五个位置 然后呢 第五个位置呢 如果你要找一样的资料 一样的位置 那我要找姓名 那你可以把姓名告诉他 他一样会帮你把这个姓名里面 第五个的资料 帮你带回来 所以他的逻辑大概是这样 就是一样的位置 把那个另外一栏的资料 帮你带过来 其实 等于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找到相对应的位置 按确定之后 那你会发现 他刘宏君就帮你带过来了 那再来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把总销量 名次优选准 全部带过来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怎么样 其实你会发现 后面的做法 差别只有怎么样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好了 有些复制可能比较快一些些 如果把它再贴上的话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总销量的话 其实只要把这个改一下 B3到B10的范围 把它改一下 那这个C3到C10 那这边的话 同样的道理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D3到D10 少多一个 OK 打勾一下 那这边的话一样 那可是呢 其实还是有点不方便 你想说 那这个 如果说最好可以 向下填满一次就OK了 可是问题 因为他这个后面呢 基本上是一个蓝的名称 所以一个蓝的名称 要把它向下填满 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要向下 除非是一个数字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变动 那所以 那个Lugab的优点就是说呢 他要查询的 可以不一定是在第一蓝 你也许你要查第二蓝 第三蓝 其实都可以 但是他的缺点是 如果说你要向下填满 那这个蓝 你可能要重新选取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希望能够向下填满 恐怕你可能要换一下 我把这个工作表 再按Ctrl键 把它拖拉一下 那请各位 也许可以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换一个 一样可以查询 我刚刚讲了 其实检视与参照函数里面 蛮多可以查的 也许第二个 你可以试用V路函数看看 那如果用V路函数 我一样要查什么 查005 去哪边查 第二个一样 不过呢 刚刚那个Lugab是 去哪一栏查 那这个是去哪一个table table只是表格啦 实际上就是资料表的范围 那我把不包含栏位名称的底下这个范围 选起来 那特别注意哦 因为V路函数呢 他会帮你去这个table查 而且他会只查第一栏哦 OK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将来要查了资料 他如果不放在第一栏的话 那V路函数就无法查询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为什么不能查姓名 很简单吗 因为姓名不在第一栏嘛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是V路函数的限制哦 很多同学不知道的话 哇就没办法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查姓名的话啦 也可能要怎么样 把姓名搬到第一栏就好了 不过大家好 好像这样不是好方法啦 如果你要查的资料不在第一栏 那也许你可以不要V路函数 你可以用其他的 像index配合什么 配合match嘛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呢我们 再来的话呢 一样方法就是column 这个是col是column 指的是栏 index number 哪一栏的意思 那我查一定是查第一栏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那你要带回来是第几栏 那我要带姓名 所以姓名在这个范围里面的一二 所以我输入二 那比对方式的话 这个range lookup lookup 指的是 那你要比是要怎么比 你要完全一模一样呢 输入零 false是一模一样哦 如果不一样 如果有找不到的话 那他会出现错误 如果你输入一的话 就会找接近的 true 那我们先试零好了 按个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也是要找到流氓军 那v1数比lookup 我觉得方便一点的地方是说 我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其实你只要怎么样 把某一个数字变更就好了 刚刚有一套column index 那我们刚刚抓的是2 指的是第二栏 那总销量在第三栏 所以2345嘛 那也就是这个数字呢 如果我可以把它改成 2345自动向下填满的话 那我不就可以抓到其他栏吗 可是问题 你